《水浒传》这部长篇著作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话 清代学子金盛探曾评价 《水浒所序》序一百八人 人有其性情 人有其气质 人有其形状 人有其牲口 也就是说 小说中人物各有各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 均不相同 那么作者是如何让这一百零八个人 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物形象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小说 通过小说相似人物间行为语言等方面的比较 分析他们的个性特征 进而探究小说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学习活动 先看本节课的三个任务 1. 比较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情节 填写表格1 2. 比较菊花会上鲁之生、武松、李逵三人的言语行为 填写表格2 3. 比较小说粗鲁之人的粗鲁表现 填写表格3 今天我们将以小组学习的形式进行 请任意选择一组人物进行比较 完成任务单 看作者如何巧妙处理 凸显出不同人物的个性的特征 同学们可按暂停进行思考 我们先来看看这组同学任务单的完成情况 大家好 我们组选择的是第二个任务 我们先回顾了小说内容 菊花会子小说的第71回 梁山英雄牌作词 宋江宴请众兄弟同赏菊花 席间有吹枭的、唱曲的、谈争的 众头领开怀唱语 宋江大醉 乘着酒性做满江红一词 让人单唱这首词 当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昭安一句 流露出宋江的昭安之意 此时 吴松教导 今日也要昭安 明日也要昭安 却冷了弟兄们的心 通过这句话 我们可以看到 吴松说话比较直率 对宋江昭安的期望打破冷水 且又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人 可看出他直率 勇勇的形象 李逵睿元怪眼 大笑道 昭安、昭安、昭慎鸟安 只一脚把桌子提起 颠作粉碎 这一出的细节描写 李逵简单粗暴 率性而为 不管不顾 说话粗鲁 行为更加粗鲁 鲁志申便道 只经常文武 俱是奸邪 蒙蔽圣聪 就比俺的直多染作灶了 洗沙怎的干净 昭安不济世 便拜词了 明日一个人去寻衬吧 通过鲁志申的这段话 我们可以看出鲁志申对宋江说话是很有分寸 既分析了原因 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可见其粗中有戏的性格 这组同学抓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 准确分析出三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征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组同学的完成情况 他们选择的是对比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的情节 我们看他们组的汇报 大家好 我们组选择的是任务一 我们先是明确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分别在小说的23回和43回 接下来我们看到二人打虎的原因 武松打虎的原因是探望兄长 途经锦阳刚 一不信别人劝阻近邻 在正式有虎后 为了面子不能下山 此时遇虎 不杀虎就要被虎吃掉 这里能看出武松的自大 多疑 好面子 而李逵打虎的原因是李逵接母上梁山 途经遗领 看到老娘被虎吃掉 杀虎报仇 能看出李逵的孝心 在分析二人打虎的过程 武松打虎的过程写得很惊喜 武松见老虎跳出 拿哨棒闪 躲 闪 劈 跳 推出十步远 两只手揪住 把只脚往大虫面纹上 眼睛里 指呼乱踢 最后用拳头把大虫打死 可以说武松是空拳打死老虎 因为之前的哨棒也没用上 打虎的过程是既艰难又危险 可见武松的神勇 我们再看李逵打虎 李逵看到老娘被老虎吃了 心头火起 杀死一只幼虎 又追杀另外一只幼虎 一刀捅入抹老虎其粪门 手起刀落 正中另一只吊金白鹅巡虎大虫河下 李逵用刀杀四虎的过程显得轻而易举 可见其大胆 无谋 同样感谢这组同学 通过他们组的汇报 让我们看到了两人同为打虎 却因细节不同 便显得各有风采 武松喝醉打虎 情节曲折跌宕 突出了他神勇 多疑自大的形象 李逵是怀恨杀虎 一刀一只干脆利索 表现了李逵的蛮力 和他大胆 有勇无谋 有孝心的形象 最后我们来看看 同学们对于小说人物 粗鲁表现的认识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 水浒英雄大多粗鲁 其中鲁之深 李逵 武松 史晋 都是粗鲁的代表人物 接下来 我们看看他们小组的研究成果 先看鲁达 他们组先对鲁达的生平事迹 进行了梳理 全大镇关西 大闹五台山 大闹桃花村 火烧瓦冠寺 倒拔垂扬柳 大闹野竹林等 纵观其一生 鲁达 鲁达建议勇为 极恶如仇 浮危济困 爱憎分明 慷慨大方 胆大心细 粗犯 刚烈 兼有粗野 下面是鲁志生的粗鲁表现 他们写的这四句话 出现在小说的第三回 史太郎夜走华阴县 鲁达 全大镇关西 这一张回 讲的是 史晋去延安府 寻师父王晋 与鲁提侠在魏州结石 并相约一起去吃酒 路上又偶遇使尽的第一任师父 李忠 便叫他一同前去 当李忠推辞说 等讨了回钱再去时 鲁达便不耐烦道 谁耐烦等你 去便同去 继而把周围看的人 一推一脚 还骂道 这四门夹着屁股洒开 不去的洒家便打 他把看的人全都打跑了 初见鲁达 李忠的评价 好急性的人啊 之后 在酒楼 听到有人哭诉 便直接将碟盏打翻 待知金氏妇女的冤情后 又怒而起身 立马要去打死正途 还好李忠使尽 及时抱住 三番五次的劝说 才阻止 由此可见 鲁志森的粗鲁 表现为性情急躁 这一张回 将鲁达急躁的性格特点 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是行者武松 他的生平事迹 武松打虎 斗杀西门庆 十字坡玉张青 罪打蒋门神 大闹飞云谱 血见鸳鸯楼 除恶无功领 人物形象 极恶如仇 敢作敢当 恩怨分明 有反抗精神 行侠仗义 好面子 文章写武松的部分 比较集中 我们看这一小组 在这里写了两件事 斗杀西门庆 和血见鸳鸯楼 读过小说的人 都知道武松的哥哥武大郎 是被害而亡 潘金莲一伙人 却想瞒天过海 带武松公干回来 看出破绽 多方调查 得知哥哥是被人所害 先是到县衙告状 可是县官受了西门庆贿赂 反打了他四十大盘 但这并不能让武松放弃 报仇的念头 他定要让凶手血债血偿 之后武松便请来了四家邻舍 做证件 赵问潘金莲 待赵任后将其杀制 又改至狮子楼将西门庆杀死 武松不受官府的条条 框框 不受任何权势的压制 有仇必报 体现了武松的 不受羁绊的性格特点 在小说的第三十一回 张都监血见鸳鸯楼 武松被张都监一伙陷害后 在赐配的路上 他们还派出四人 向中途要了武松性命 哪想到 这四人倒被武松杀死在了飞云浦 当时武松立于桥上 怨恨冲天 不杀得张都监 如何出的这口恨气 武松便折返回去 血见鸳鸯楼 前后杀张都监 张团链 蒋门神等 共计十五人 他有恩必报 有仇不饶 我行我素 放荡不羁 他的粗鲁 表现在 不受官府 牢狱的束缚 他不受恶势力的欺压 他更不受世俗的羁绊 接下来是绰号黑旋风的李逵 该组梳理了他的生平事迹 由江州劫阀场 移领杀四虎 大战浪里白跳 真假李逵 原夜闹东京 人物形象 头脑简单 莽撞急躁 耍坡耍赖 饥饿如仇 乱砍乱杀 却对宋江忠心耿耿 我们看一下 他们族找的 李逵粗鲁的表现 前两句呢 出现在四十回 梁山坡好汉劫法场 宋江因醉酒 在巡洋楼上提了反尸 后被黄文炳发现 打入四牢 梁山坡主朝盖 带领梁山兵马 攻打江州 劫法场 李逵也在其中 通过这两句 我们可以看出 李逵恃好杀人 一旦杀起人来 便不管不顾 不分敌我 见人就看 非常的野蛮 相似的情节呢 还出现在了 第五十回 宋公明三大 住家庄中 这时的护家庄呀 已经投降 李逵呢 因杀人杀的顺手 直接抢入 虎家庄里 把护太公 一门老幼 尽数杀了 不留一个 在宋江责备他时 他还笑着说 吃我杀的快活 李逵的蛮横 体现在杀人无节制 做事鲁莽 不计后果 人都已经投降 还血洗一家老小 足见他无理智的 蛮横 粗鲁 最后是九文龙史晋 他的生平事迹有 大闹史家庄 史晋拜师 夜走华音县 巧遇鲁至深 人物形象 重感情 讲义气 年轻气盛 人性 史晋是水浒中 第一个出场的 梁山好汉 集中描写在第二回 九文龙大闹史家村 这一张回 王晋 住进史家庄 一天来后曹看马 看到史晋在使棒 不觉失口道 这棒也使得好了 只是有破绽 赢不得真好汉 结果史晋就大发脾气 喝道 你是什么人 敢来笑话我的本事 由此 我们看到了一个 易怒 而且出言不逊的少年 待史太公 让史晋拜王晋为师时 他不仅不听从父亲的意见 还更加气愤 心中一万个不服气 偏要比武较量 随后 还向王晋发出了挑衅 你来你来 怕的不算好汉 史晋一出场 煞是微风 狂妄 我们感受到他身上的年轻气色 待比武失败后 虽爽快地拜王晋为师 但又说了一通父亲话 我网自 我网自 经了许多师家 原来不知半分 师父 没奈何 只得请教 他较量输了 不怪自己 反观过去的师父 传授不惊 拜师 也是 没奈何而已 因为自己有言在先呀 一个任性少年的形象 便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史太宫介绍 史晋时说 从小不务农业 只爱刺枪使棒 母亲说他不得欧气死了 老汉只得随他性子 不知使了多少钱财 头师父教他 又请高手匠人 与他赐了这身花秀 通过这段话 我们了解到 史晋不务正业 不听劝阻 挥霍钱财 气死老母 还赐花秀 可见其年少轻狂 任性妄为 通过后面的故事 我们也知道 史晋为了强告的几句话 便犯下勾结土匪的事情 为着一枪侠义杀了官兵 丢了家业 逃到山寨 他的粗鲁表现为 性格不够沉稳 意气用事 这是以上四个人物的比较 在此 我们做一个小节 鲁达的粗鲁 表现为性情急躁 武松的粗鲁 表现为不受世俗的羁绊 我行我素 放荡不羁 李逵的粗鲁 表现为野蛮鲁莽 使劲的粗鲁 表现为少年任性 不够沉稳 同学们 当我们完成了相似人物之间的比较后 看到的是小说中 众多形象鲜明 互不雷同的人物 虽然作者在创作时 刻画了若干相似的情节或人物 但是又通过具体而细微的描写 突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这种相同或相似的情节 重复在小说中出现 又在重复中写出变化 力求凸显各自的特殊性的手法 叫做败中求弊 其中败是指相同或相似的情节 在小说中重复出现 弊是指同中求异 写出不同点 同俗来说 就是在重复中出现新意 于重复中求变化 《水浒传》灵活使用了该手法 那么我们还读过哪些小说或文章 也使用了这样的写作手法呢? 接下来我们看看同学们的思考 这名同学想到了 之前读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一路上斗妖降魔打打杀杀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 他们总是遇到妖怪 然后又在妖怪的性别 来历 手段等方面做出差异 读这样的故事 不禁不枯燥 反而陶醉在富有变化 神奇多变的情节中 该手法的使用 能让相似的故事情节 曲折 富有变化 引人入胜 我们再看看 另一位同学的思考 这位同学想到了刚刚学过的一篇课文 《三顾茅庐》 讲的是刘备三次拜访诸葛亮的故事 第一次去时 刘备只带了礼物和跟随的人 第二次是冒着风雪去的 第三次则即日 斋戒 沐浴更衣 步行树里 以示尊重 一次次的扫兴 都未能动摇他的决心 反而更恭敬 更凸显出刘备 李贤下士 求贤若渴的人物形象 他的回答 还让老师想到了 三国演义中 七秦梦获的故事 以此更加凸显出 诸葛亮的智谋 同学们 这样写出来的故事 是不是让情节更加曲折 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了呢 好 最后我们来回顾本节课的内容 我们通过三组相似人物的比较 不仅看到了小说中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还了解了小说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该手法的使用 不仅使小说故事情节曲折富有变化 还能凸显人物的个性形象 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效果和审美价值 好 今天的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大